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述看世界 刚才我录制了一期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过去观看 是谈到了就是说 假如川普总统卸任 他会干什么 那么我现在的一期节目呢 我就想聊一点轻松的话题了 不想再聊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前几天的节目 全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事 我想换一个话题 跟大家分享分享 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的疫情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据说现在每天被检测出阳性的 已经超过十万人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不管怎么样吧 人数很多 那么我们伊利诺伊州 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看像我们家小孩的学校 每天都能收到短信 就是说学校的来信 说今天打个高中 又发现了一个阳性 然后明天还要一个中学 又发现阳性 然后小学又发现了 然后天天就是 这些警告啊 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传播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广 而且呢我们家孩子呢 下礼拜就要回学校了 要回学校上学了 就是说他要在这个假期 这个放假冬假之前 他还是让孩子们回学校 回几个礼拜吧 回几个礼拜吧 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学期不可能全都在家里窝着 是吧 就是有点象征性的 好 那么因为就是疫情非常严重 很多中小企业特别小企业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所以昨天呢我和我的合伙人就说 咱们我们本身也是小企业主 我们去帮帮其他的小企业主 所以昨天我们就跑到那个市中心去了 平时很少去市中心 跑到市中心去消费 首先我们跑到了一家餐厅 在那吃了顿午餐 然后又在隔壁的一个茶店 茶叶店又去买茶叶 简直是整个市中心就跟鬼城一样 因为所有的这个政府这个公务员 因为都在市中心办公 我们整个这个城市最大的雇主 就是州政府 OK 因为州政府的所在地嘛 所以呢这些员工呢全部在家里办公 那那边的市中心的办公大牢里 都是空空的 市政府的大牢里基本上也空的 州政府的大牢里基本上也空的 联邦政府的大牢里基本上也空的 所以整个市中心犹如鬼城 但是呢餐厅都还才开 因为它在这个路边上搭了些桌子 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吃饭 里面是不能进去吃饭的 你只能点菜 然后呢就是端出来吃 然后我们又跑到茶叶店 茶叶店呢当然了它是开门的啊 也是一个朋友经营的老美的 它的茶叶是从中国福建进口的啊 然后它在美国加工出几十种的口味 什么苹果味 就是纹身的从来没有闻过身啊 所以我说去纹身店我去闻个身吧 所以我这期节目呢就来跟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纹身的经历这个东西疼不疼啊 你看到没有包着的啊包着的 等会我给大家解开看我还没有还没解开看啊 所以我进去了这家纹身店啊 然后呢里面呢倒还是有几个人啊 而且这东西不便宜啊一点不便宜 我还以为应该会很便宜吧对不对 那时候一问哇三百美金啊 后来我说可以可以然后 我说疼不疼啊最近疼不疼啊 他说疼我说那有没有像拔牙那么疼 当然不会像拔牙那么疼了是不是 我说只要不像拔牙那么疼那就行 当然了大家也都知道拔牙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疼 为什么呢因为打麻药啊对吧 那么纹身是不打麻药的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吧我已经进去了对吧 也不好意思打退肛股 然后呢我说OK我来选一个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啊然后在那里做了弄了一个多少食啊 那完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啊 欢迎订阅表书看世界啊同时欢迎你点赞评论 欢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啊谢谢 那么我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让大家看一看我究竟 在我的胳膊上闻的是什么东西 简单 剪开了啊 咱看他给我包的还是挺严的啊 哦还是有点疼啊 这个这个胶布啊搞得你妈的像那个啊电线杆的上的那种残电线电线的那种胶布似的 看到没有这里面还有一层啊 哇 God 这里面简直是 就像有一层汗水一样啊 我擦一下的 一擦呀 这个连这个颜色你看到没有 看得清楚吗 这是一条蛇 蛇喷着舌头啊 我看一下站起来大家看一下 看得清楚吗 这样子看 这个舌头 舌吐着这个 这两个牙还有这个 然后 这是几只花 啊 好看吗 我擦了一下啊 当然了 就是说啊 我我去的这家店呢 在去年吧 哎 不是去年就是今年被选为我们这个城市啊 倒是当地报纸了 选为是最佳的啊 这个纹身店啊 所以我想既然是最佳的嘛 那我去看一看啊 结果呢 啊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啊 纹身师啊 开始给我弄的时候 最开始的 两三分钟 或者是五分钟 甚至十分钟 非常的疼 你想想他拿那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刀啊 还是个针呢 是电动的啊 他有个小把达 而且噪音还挺大的 所以那个东西呢 就在你这个皮肤上啊 他事先 他在我皮肤上画了 以后 然后他开始用那 用那些工具啊 在我身上砸 哎呀 给我疼死了 我想哇 我的小 哎呦 我要是知道我应该吃点止疼药啊 是不是 完了 这种疼法 这就没有受过呀 然后当时那店里还有其他啊 两个美国的那个女客户啊 说啊 说没问题 你能够忍下去 你没问题 因为我看了浑身都在纹 你知道吗 都在纹身 然后我这一看我这就是第一个的吧 第一个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嘛 有点啊 是的 可能是有点疼啊 我就想你妈的这个清朝的时候千刀万剐啊 处理犯人的时候那一刀一刀 刮下来就不不得疼死啊 是吧 我这还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真的什么的 是不是 这还不算什么 但是啊 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你从来没做过 你是要有点心理准备啊 真的是疼啊 真的是疼 当然了 我这个活呢 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啊 一个多少时 一个多少时 然后呢 哦 到了后来 可能也许这个精神上是不是习惯了 还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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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度啊 可能会好一点啊 就是在后来就不觉得那么疼了啊 但是仍然还是疼的啊 仍然还是疼的啊 所以呢 啊 他弄完了以后呢 他就说啊 就说啊 如果你是纹 这纹身呢 他给你包好了以后呢 你还是可以回家洗澡了 当然我昨天没敢洗澡啊 啊 没洗澡 所以呢 啊他说你洗洗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不能 这个 泡啊 就是泡在个澡盆子里啊之类的泡很久 但是不行啊 也许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也许是他要泡的话 会把颜色又会泡没了 然后呢 为了能够让这个皮肤尽早的恢复呢 啊 他需要你保持这个 不是特别的干燥 也不是特别的潮湿 而且呢就是说不要让太阳晒 啊 你穿的这个这个袖子的啊 一定要宽松啊 我这个稍微紧了一点 一定要宽松 然后呢 你 最好 最好呢就是在我们这儿啊 像什么Walgreens啊 什么CVS这种药店啊 他都有一种 皮肤创伤用的一种药杆 啊 这个药杆 我看哈 这个药杆叫做 Aquifor Aquifor这个牌子啊 这个药杆 这个啊 就是皮肤可能是创伤用的呀 就是你抹一抹可能帮助皮肤能够重新恢复 啊 啊 然后呢 所以今天我呢 早上就跑去买了啊 这个东西也还算好 啊 我我这一瓶14块钱 14美金 其实不大 但是还特别挺贵啊 啊 还还还还算将就了吧 他要求你呢 就是说一天呢 你要抹3到5次啊 3到5次啊 这样子的话 抹个几天吧 3到5天啊 基本上就能够恢复了啊 他叫你千万不要挠 不要挠痒痒啊 之类的啊 千万不能挠啊 啊 这个呢就是我 啊 今天啊 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关于这个纹身的啊 我就在想啊 我要是现在这种纹身 我这样是去了日本和中国 不会被人家认为是黑社会吧 是不是 我到了日本听说 这个公共澡堂的或者是那个桑拿之类的 你要是有纹身 人家可能不让你进去 是不是怕你是三合会啊 对吧 就是三口主啊 是不是叫三口主 在日本叫三口主啊 到香港台湾可能有个三合会 是吧 我要是到了中国 是不是也成了坏分子啊 听说那个去年还是前年 不是有一颁布了一个什么文件吗 说是如何如何这个在大黑的这个斗争当中 鉴别这个黑社会分子 其中一个就是有纹身对吧 还有一个人带着大项链啊 这大项链我倒是没有啊 但是现在一有了纹身就变成坏分子了 很有可能是不是 好 今天就跟大家啊 闲扯到这儿啊 今天是礼拜五啊 如果我还不下班的话啊 我在下班之前 我再给大家录制一个关于留学的节目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观看的话啊 可以在我的频道里来搜索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一集再见